看看新闻吧 时隔数十年 抗战硝烟再次弥漫中国 为了赢得抗战的终极胜利 中国以世界亦不容辞 亦无反目 发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横电决战 自扶桑帝国派出死神火影 机器猫 还有柯南 海贼船等攻克我和动漫城之后呢 八零后几乎被曹景空 小泽玛丽一网打尽啊 国难当头 我等岂可坐以待毙 熟视无睹呢 大哥 小弟孙城海 手榴弹客栅飞机呀 精准度堪比东方导弹 拿鬼子算我一个 哪个混蛋给老娘滚出来 小声点 那你头玩什么导弹呀 你还惊三胖呢 在下杜大鹏啊 金刚铁骨 高枪不入 功力远胜金钟赵 当年项羽有我的功夫 也不至于败走迈城啊 嘿 败走迈城 蠢祸 败走迈城的是岳飞呀 岳飞还说天下新王 区败有则 天下新王巨族有则 一把杀毒刀 是可屠龙啊 叹叫百人不在话下 哈哈哈哈哈哈 除家人不打狂语 皆是拿起屠刀立地杀贼之辈 愿杀敌报佛 小泥牌 誓死不离和尚连 也愿同网 好啊 有二等助阵 八年抗战 可以开打了 大哥 要打八年了 八年怎么了 八年 猪肉家至少翻饭吧 汽油家至少翻两番吧 房产家至少翻三番吧 大哥 大家活着都不容易 既然如此还不速战速决 说着 雷子风带领各路好汉 杀奔横殿而去 积餐鬼子肉 效盈鬼子血 一年兼鬼子数亿 我军伤亡仅三百 还包括吃地沟油便当 拉肚子的 哈哈哈哈